楊明有份投資的燉湯店 這天開到第三間分店了 不過這麼重要的日子 女友莊師明就要開工拍劇 唯有找媽媽妹莊師華麗做替身 自己就拍片頂當先 恭喜你們生意興隆 賺多點錢 我下半世就靠你了 恭喜恭喜 嘩都公然開到口了 不知道楊明前太太去大馬和莊媽媽慶祝生日的時候 又有沒有被人催婚呢 又沒有催婚的 因為我媽媽 我自己媽媽和爸爸都催婚了我很多次 我都是要做拿緊一定要有事業的基礎 都是這樣應付他們的 至於伯母呢 伯母也沒有特別催婚我們 只不過見到我們兩個回去幫她慶祝生日 都是很開心的 但好像說去生日的願望已經是想復孫了 那就要交給她姐姐了 說起莊斯敏的新男朋友 楊明又有什麼評價呢 OK啊 好人啊 還有很nice 是一個 其實 是什麼人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一個心理善能 好人 對她好 愛惜她 就可以了 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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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人